来,OK,我们看到5.4的地方 Concentration of Solutions 来,我知道有人看到全英文网页就反弹 跟大家讲阿元也是 我什么时候硬着头皮读全英文网页呢 是我读硕士班的时候 我先大学毕业前,我没有考上预官 因为我考试很总,我觉得我会上吊车尾 但是后来没有上 才知道说我们那一年很多人签下去 所以那个名额就抢掉了 好,来,然后呢 那个签下去之后呢,就是他们了 那我们觉得不适合当军人 我们就没有走职业军人路线 然后呢 阿元考上研究所 那没有读,因为 其实在考研究所之前就想好 我要先当兵,先把欠国家的两年 把它解决掉 好,那也就是说我读研究所 学到全英看,硬着头皮读全英文网页 已经有年纪了 已经有年纪了 那你们现在呢 我不会去要求你们跟虐待你们 但是我 my policy is always encouragement no punishment, no enforcement 就是我在全英文课程中 阿元教书的原则 我的政策就是 只有鼓励,不强迫,不处罚 但是我不是不当人噢,我没有说不当人噢 OK,然后我们来看噢,这边的话,一样我们用我们的翻译软体 点进去 好,OK,concentration of solutions 它就翻译成那个溶液浓度 它不是翻译成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噢 好,来,这边 这边第一个噢,这边 我看这边,我看这边,我看这边 好,这边有不同的那个噢,这边有几个单元,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噢,一个一个来看噢,一个一个来看 这里撒个n,把框起来 不好意思,我一边,一边帮它除错 可以按到wn,这一定是n,没有错 我英文在lan我也知道这个,这个它对方 我不是去嘲笑对方或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写书的人 我出了两本开放式教科书啊,丢到 已经申请到那个开放式教科书图书馆在美国迷你处长大学 小弟,我是目前台湾唯一的人啊 为什么唯一呢,因为没有人看到它的价值,我比较笨,OK 好,那我们自己写书,我们自己知道说,我公开很多讲义没有版权 会知道说,写的过程是一种创作 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即使是错字不一定抓得出来 好,所以OK,所以这个东西不会失去我对它尊敬 但是我读到了,我就跟它回报啊,好,这边 这边啊,将测量的容脂容剂在足够容剂中形成所需要体积的容液 如图5-5.4,OK,这边 容液的浓度可以使用质量体积或墨单位不同方式呈现如下面叙述 好,这边呢,我快速快速解释一下,快速解释一下 1号,好,这边1 1,在分析天平上测量容值的质量,OK Making a curious solution How to do that? 1st step is measure the mass of the salute on an analytical balance 对,天平叫做balance balance不是天平,对,天平有左右的那一种 像MIT,MIT的校徽其中有一个人就拿着天平 因为早时候天平是这样子的 好,那这个天平这样子左右摆的,对不对 在后来也变成天平,就是单方向的,叫scale,或者叫balance 但是它不是左右边的平衡的那一种balance 好,来,第二步,将容值倒入已知体积的容量瓶当中 好,这边 这边的话,pull the salute into a volumetric flask 这个叫定量瓶,你们背不背,OK啦 of known,这边应该也能弄彩的 抱歉,我一边一边录影,一边帮他弄这个东西 因为,我再回报给他 OK,好,我不要读音,我来这边 然后塞住烧瓶,并晃解,并晃它,摇晃它 以溶解溶子,没问题,添加更多的水,将它倒标记 标记,由水弯处最低点开始测量,OK,来这边 好,这边呢,是什么东西呢? 这边是calibration marker marker,对不起,marker 这边会有个定量瓶,会有条线 这个东西的话,这个学期大概学期中到学期末 我会让大家实做这一块 至少我会示范实验,这样这边的条线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不用加到满,先摇晃到它 OK之后呢,再加水就到这一线 那事实上我们先把体积定在一起 事实上最理想是20度C 但事实上做不到 事实上做不到,至少在台湾做不到 好,再来 然后开始,这种水弯处开始测量 然后开始记,塞住平塞再次摇晃 让它成为均匀 让它成为均匀 好,OK,来,再来 再接下来呢,有我们要聊的东西叫做 浓度百分浓度,这个地方卡死很多人 卡死很多人 concentration in percent in percent or percentage 我比较喜欢讲percentage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错字 是个人用吧,不懂 好,OK,这边 percentage is a number or ratio they represent a fraction of 100 我不念了,来 百分比的话呢 是指这个东西 不行,我觉得我还是要把它截个图好了 好,OK 好,来,这边呢 例如说 百分之五代表就是五比上一百 其中五是一部分 5 is the part 100 is the total 一百是总计,总量 OK,五是其中一部分 然后百分比乘以总数一百倍计算 百分比乘以百倍计算 例如说 percentage 符号百分比 这个可能各位在国高中都学过了 就是 part over total multiply by 100 一部分 除以全部 当分母 再乘上一百 乘上一百 OK 就是一个习惯的用法 好,来 我们来看这边 Example 5.4.1 案例 5.4.1 将5.0公克的NACL 溶解到水中 然后制成500公克的溶液 请问绿哈纳的百分比是多少 OK,来 这时候solution 这时候solution 就不容易哦 这时候是解题或讲答案 或讲解题的答案 OK,这边 给定部分的话 这一部分是50.0公克 总计是500公克的溶液 然后呢 那个 desire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呢 OK desire或我们讲 因为我们讲 Expected 期待中 我们这边 会有多少百分比呢 来,我们来看 Formula 公式 公式呢 就是说 百分比的话 就是一部分当分子 一部分当分母 OK 然后乘上100 突然想分子分母英文是什么 突然忘记了 上学期在教 在教的时候背了很多次 然后 denominator denominator是分母 对 denominator 然后那个 分子是什么 突然忘记了 不好意思啊 还公开承认跟录影 真是不要脸 来 那他的公式呢 那就是这样子 这样这样子 来这边呢 我们说 这边呢 是 50.0 cancel 就是抵消掉 跟500 跟500的话 这样整个算完之后呢 因为50.0 有个点0 对不对 所以他有效位数 有效位数 我们另外再讲 那是第二张的东西 第三张的东西 所以这边算出来 10.0 百分比 10.0 百分比 来这边 我知道大家可能有问题 来老头来算一次给大家看 好这边的话 我们说 这边我们的分子 分子是 50.0 克 分母是500克 而且这边分母的500克 对不对 是全部哦 全部的意思就是 50.0的盐巴 8 加上 4 50 的 水 OK 那也是有这样子算哦 OK 所以呢 这样加上去之后是多少呢 各位知道 这样子算完之后呢 就等于 欸对不起对不起 先不要那么快啊 就 应该会有多少呢 就是 欸 这样算完是 0.1 然后再乘上100 会等于 10% 因为这里有效位数 这有效位数 点0 这是有效位数 所以这边会有效位数 一位 小数点后面一位 OK 好来 那这样子OK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走 所以这边算出来呢 就会得到 10.0的 氯化钠 所以它的重量 对不起 它的重量百分比 它重量百分比是多少呢 这边叫做浓度百分比 里面的重量百分比是10% 那有没有体积百分比 有 各位有没有喝过威士忌 白蓝地 58金门高粱 58是指58度 58% 它就是体积 体积另外再讲 好再来 分数计算中的单位被销去 那个 on the unit cancel 就是我们叫做销去法 我们在国小数学说 这个可以销掉 同单位可以销掉 0可以销掉等等的 在这销掉叫cancel 不是取消 取消是我们说 请你取消掉明天的电影 请你取消掉明天的公车等等 不是太一样 单位被销掉 并在答案中添加百分不好 表明它是1% OK 这个没问题 OK 好来 我们先暂停互按一个档案 再往下走